一拍一拍看到底差在哪裡 那我有剛剛發現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GoPro 12它有稱它比較省電 我發現它的螢幕的亮度如果調到最暗的話 它前面後面的兩個螢幕都比我舊的9 9這一代的螢幕還要暗一些些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螢幕比較暗所以也比較省電吧 那我們就稍微來拍一下 那我們就稍微來拍一下 那我目前的GoPro 12是直接拍8比 那我們就直接來拍一下這兩台GoPro 那我們就直接來拍一下這兩台GoPro的差異 那我們就直接來拍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來拍一下這兩台GoPro最廣的狀態可以到多廣 那我舊的GoPro 9是拍4比3 那我新的GoPro 12是直接拍 那現在我兩台GoPro都是拍兩 那目前兩台GoPro都是拍最廣的狀態 那舊的GoPro是拍4比3 那新的GoPro就是拍8比7的部分 那很明顯你可以看到高度就有差 就我們上面 舊的GoPro目前現在已經看不到我上面的攝影燈的部分 那我們新的GoPro 12已經可以拍到上面攝影燈的部分就是高度更高 但是寬度呢 看起來是差不多 應該是一樣啦 應該寬度是一樣 但是高度有變高 然後我還有發現另外一個 然後 然後因為 然後因為我們新的GoPro前面可以拍8 那因為我們GoPro前面有這個 那我們GoPro前面有一個自拍螢幕 它的尺寸是1比1嘛 那就用8比7的尺寸 那GoPro 12 那因為GoPro前面這個自拍的這個螢幕是1比1的 那用這個GoPro 128比7的比例 你這裡就可以幾乎完整的 塞滿這整個螢幕 然後來構圖真的是還不錯 然後我們4比3也是沒有差多少 也幾乎是填滿整個螢幕 但是我們的高度又高了一些 所以我們的畫面 在這個1比1的比例 那因為我們自拍螢幕這邊是1比1的比例 那我們GoPro 12因為拍8比7的話 那接近1比1這整個螢幕已經幾乎塞滿 所以看到的東西 理論上會比較多 就是畫面會比較大 那我們舊的GoPro呢是拍4比3 最廣的狀態是4比3 那很接近 可以填滿1比1的狀態 但是下面有保留 還蠻大的一個空格 就是來寫說我們的 拍攝資訊之類的東西 我們來拍攝資訊呢 趁機 那就請 我們來拍攝資訊